認證時機的時間 為什麼要把我們三個安排在這裡 年度最佳近距離魔術師 為什麼我可以得到這個獎項 因為我異於常人 而且異於其他的魔術師 很多魔術師表演魔術 需要用到很多靈巧的手法 跟華麗的道具 但是今天我要給各位示範的是 很多魔術師不需要用各種手法的道具 用的是大腦的力量 這個在魔術的領域裡面 我們知道Mentalism 心靈術 包括了透視 讀心 預測未來 降臨這一類的東西 首先要示範的是讀心術 用到東西很簡單 信封 記事本跟筆而已 我先說明一下 很多人表演讀心術 是魔術師去猜觀眾心裡在想什麼 對 隨著時代已經過去 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今天我要示範是讓觀眾來猜我在想什麼 怎麼猜 反向操作 反向操作 首先我要請現場這麼多觀眾裡面選一個出來 但是如果直接挑 大家會覺得我們串通過 當然知道我在想什麼 因為我們串通過 所以我要用完全Random的方式找出來 丟球 記者會拿這個 好 我數到三 往後面丟 好 盡量丟遠一點 好 你看他們多興奮 好踴躍喔 丟到那個觀眾站起來 我要跟他做心靈上的交流 拿著 數到三來 好 預備 1 2 3 好 小姐 不要動 他用搶的吧 小姐就站在那邊 用搶的吧 好 就站在那邊就好 不要動喔 首先我要寫下一個東西 好 寫完之後我把它封起來 折起來 好 好 扯起來 什麼啊 放到信封裡面 所以都沒有人知道寫什麼 沒有人知道寫什麼 對啊 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已 自己知道而已 沒有看到 好性感喔 放到裡面去 放到裡面去 封起來之後呢 放在這裡 好 好 所以裡面呢 現在我寫了一個英文字母在裡面 英文字母 全世界除了我自己之外 沒有人知道這英文字母是什麼 好 現在我要這位小姐呢 猜 我心裡想的英文字母是什麼 剛才寫的 好 先不要說 仔細先看著我的眼睛 現在我要把我的思想 現在我要把我的思想 直接灌輸到你的大腦裡面去 好用力啊 好用力的灌輸給他 我彈一下我的手指 你腦袋中畫過去的第一個英文字母 你把它唸出來 好不好 預備 開始 S S Superman的S Superman的S 我請問你 我們在今天以前我們有見過面嗎 沒有 我們今天第一次碰面 他也是隨便 不可能 對 我亂丟的啊 我亂丟的啊 絕對是亂丟的 不可能任何串通的嫌疑 是沒有辦法 從頭到尾這個信封都來這邊 大家都可以作證 我沒有去碰過他 對 好 仔細看 仔細看 接下來就是見證七七的時刻 打開來 唸出來上面寫的什麼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我到底是不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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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